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至于朝廷里的规矩 日后我慢慢教他 若是再犯什么错 都着落在我身上 于谦 还不谢恩 这些人 摸摸你的脑袋还再不在 陈许 领他下去吧 真累啊 这就累死了 游游那人没有一个不累的 我把余谦交到你手里 你降伏其心 天下大财都是猎马 都不好驾驭 我把你承拾他也好 整治他也好 叫他也罢 就一件事 绝不可杀 这样的人在 是你一副退烧药 是你的保命服务 老天爷对咱们朱家真不薄啊 把这样的俊杰给你使用 能言 敢言 务实求真 是国之贵宝 不得了 羽谦说 不要以边关的士兵生命为长城 要以天下的人心相辈为长城 这里边有王道 霸道 你要好好留 你也是个自幼读书 长大的人 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 见了皇上怎么难听怎么说 就知道顶嘴谁教你的 小时候算命先生给我看相 我这人天生刀眼 命生逆吻 不会顺着说话 三十岁不到就会被看 贵宫啊 马上三十了 难怪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要不是有人护着你 十个余钱都不够砍的 巧了 我也是天生逆吻 你可别死在我手里 这穴儿 还准备到我手里 这这穴儿 我才能在那儿 fer ese 我们娘家 如果有一个人 他这穴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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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给汉王请安 礼物不满意 如此贵重 受之有愧 我赏的东西 你又拿了回来 却只不恭 你眼里是没有我吗 非分之福也是大货 我虽然很喜欢这份礼物 还不敢狂妄到 心安理得的手下 汉王恕罪 非分之福 你知道什么叫 非分之福吗 我来告诉你 你一个小小的女官 想当绣女 这才叫非分之福 大明朝选嫔妃不中家事 如果能得汉王推荐 善祥 生死已报 你得逢贿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不认务 我来说 我想 我给你信一些 起来 你怎么就觉得 我一定会帮你 太孙婚事 就王爷没有推荐 我知道 王爷位高权重 如果要推荐 没有被拒绝的道理 我喜欢我而活的人 我喜欢我而活的人 下去吧 来 送你的 这里面装的 是波斯国进贡的大冬珠 看看 百年不遇 大明朝找不出第二棵来 采珠的人被称为珠奴 祖祖辈辈都以采珠为生 月圆之夜 大棒会打开壳子吸纳月光 这个时候就是珠奴下海采珠的时候 通常十个人下海 能有两个人活着回来 那就是很好了 这么大的珠子 不是千年的大棒可养不出来 那这里面的冤魂一定特多 你不担心吗 你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 人采珠棒吃人 天金地义 这是爷爷当年赏我的 如今我送给你 将来欠到关上 这么贵重 还是留着赏完吧 达了孔极不可惜 留在你那里和留在我这里 倒也没什么分别 不过 还是要多谢了 听说你今日与人吵架了 是许冰吗 他奉了皇上的旨意 进宫来劝我 我都已经来了 何须他劝 和他吵了一顿 把他骂走了 你觉不觉得 我们两个应该好好聊聊 说什么 说什么都行 只要你高兴 回想你当反贼那会儿 那会儿对我 可比现在对我要亲切 你爹临死之前跟我说 你爹临死之前跟我说 要我许诺 说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上落 我许诺了 且是认真的 你我之间的事情 并非是你所想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阴谋诡计 所以 我希望我们可以交心 每年的大年初一 朝中的大臣说道辞 叫与民更事 意思是说 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岂我去这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今日之日多烦忧 你今日不予我量 我等你等到明日 今年不予我量 我等你等到明年 来 我爹要你承诺什么 给你幸福 你敢怎么办啊 王妃 继续 时尚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第一次是在哪里相识的 他去搜查我爹的店 抓刺客 那后来有没有赔罪 带你出去逛逛 带了 他带我去了诏狱 还请我在天牢住了几天呢 还在大牢住了几天呢 他是这么赔罪的 是这么回事啊 这听着还挺新鲜的 好 他捅我干吗 说什么呢 不知道 你带回来的人你不知道啊 你也是邪了 你娘从来没跟人聊得这么开心过 帮我一个忙 进去看看 我进去算怎么回事啊 你再说了 你娘说了 不让在外边待着 她说的是我 没说你 你进去就说 中午要不要留饭呢 咱能找点儿 再好点儿的借口吗 那什么时候 你知道他是皇太孙的 有一次我们吵架 我就想一箭射死他 他就说了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以为 你们住金明寺那么久 都做赌成佛了呢 这一个个的 都神叨叨的 是 大婚之后啊 最好早点游子息 这是大明朝的规矩啊 嫔妃无所出者训 哪怕生个女儿 也不至于夭折于此 这宫里争来争去的 其实不是争宠 其实争的是命 这些话你要记在心里啊 是 我一定记在心里 这孩子呀 不知道跟谁学的 嘴里没一句正经话 那时候来 我们就应该好好聊聊 可他愣说 你是清犯 我真的是清犯 我真的是清犯 我是赐王杀架的主谋之一 他说如果我不随他进宫 那他就会给我定这个罪名 真是吓我一跳 走吧 你太子爷 你大道封封的 你去去去去 太子爷管什么用啊 又不是我娶媳妇 爱聊什么聊什么 对不对 不行实在不行 出来以后你这 这一聊就是两个时辰哪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那么高兴 那可不能告诉你 不是不让你们两个 在这儿听吗 我们 没听啊 对 没听啊 那你们两个 在这儿干吗 我是想问一下 中午要不要留饭 是 这 这我的词啊这是 你不接话呀 孙小姐 我们走吧 走 走 看看饭去吧 走 疼 疼 行了 你忍着点 别人往上爬吧 费心费力 你倒好 还得挨顿奏 谁说的 我说的 别人不知道 你别一惊一叉的 你也少说 有人问起的话 就说我病了 有事写冰铁上来 你是怎么得罪尚仪了 前两天我把你送的东西拿过去 我头还没转过来呢 他就把东西给扔出来了 扔东西比我走得还快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现在身边就你一个人了 我要是富贵了 我一定不会忘了你 可你也得给我保证 我的事情到了你那儿许进不许出 你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那可就难为我了 汉王他到底把你怎么了 茶凉了 你看你 我问你 你又不跟我说 我怕咱俩的交情不到头 你的命就到头了 答应我 别再问这种傻话了 好吗 汉王推荐的绣女 皇上让我把绣女的家事单子 拿给太子妃您过目 请查看 咱俩所谓的一些的 也没坐在一起 我怎么会的 我放在你这儿 为何让你打起来 好吗 我觉得我给你这些 是一个风格的 对不起 你把你记得不得意 您别走 咱俩怎么对不起 那算我说 谁接着你 你专家的 我们不断了 你耐心吗 认你 上阵傅子兵 咱们一样仨 一路从顺天打过来 十九年了 我这头发都半白了 可我们站住脚了吗 没有 后代史官还在写 看咱们爷儿几个是贼 敢 你活着不敢 死了 谁不得面对施笔如铁 你们多体会爹的心意 别让你们将来的儿孙受辱 爹 我 我上次 不说上次 不说 也是我发邪火 我上次实在是太忤逆了 说这么多不对的话 可我后来想清楚了 什么大管家的事 我真干不了 我哥那会儿 比打仗累多了 所以这次仗打完 我和老三就去就分 不封旨意 我们就不进京了 爹 我和老三不常在京中 您自己要多注意身体 每次听这话 就觉得 要不是建文逼那么紧 咱们一儿几个 不是还在燕山骑马打猎呢 那该倒快回来啊 皇上 太子妃来拜 有请太子妃 皇上 皇上 起来吧 大嫂 皇上 本来今天要去二叔府上致谢的 替孩子操那么大的心 但是今天太子去户部开会回不来了 等他回来了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府上致谢 大嫂 您客气了 这是皇上交办的事 是王妃一手操办的 他思来想去啊 没来头的 他不敢推荐 来头太大 又怕给你作妖 也不合祖宗家法 所以看得上看不上 他尽力了 您客气了 道辽也是皇上定 先替太子谢过您了 老二最近醒闷醒得好 你们兄弟和睦 万事五十 出征之前的好兆头 太孙大婚完 军队就出动 是 你能说服汉王 你能说服汉王 怎么说服的 给我个底 我和汉王妃讲 太子妃送她一个功劳 未休乾堂将公事为大朝所毁 二次秦款 说是大堤于去年八九月被大朝冲毁 后请前八千 今年的大朝提早 堤坝再次被毁 好在根基犹在 故而想再请淫 如意给谁呢 你要说推荐的人 你知道点 不能算知道 原本就一小女官 就在宫里 偶尔碰着了 也就算是乖巧懂规矩吧 我也问过了 按照选秀女的规矩 太孙妃皆如意 贫拿香囊 问题是谁拿香囊 谁得如意 如果是孙小姐呢 只怕你二叔觉得小看她了 如果是姓胡那女孩呢 孙小姐那儿我又不好意思 你的意见呢 我听爷爷的 老天生人都是带着名分下来的 要慎重再慎重 如果立了姓胡的女孩做妃 会有什么难处呢 听说她规矩挺大 是胡尚仪一手带出来的 将来在宫里 倒是不会惹什么麻烦 那孙小姐也不会惹麻烦呀 她又不是什么野狠 还说你没意见 就按你的心意递吧 出了什么事爷爷顶着 你怎么就睡下了你 赶紧起来赶紧起来 怎么了 干吗 儿子还没回来呢 快去她房间等着去 摸摸清楚 老爷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什么都不管啊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你得搞清楚 老爷子到底想立谁 当太孙妃 说到底 这个如意到底给谁 肯定给孙小姐 替老爷子挡过剑 这份量 好不容易 还不干我吧 够倒是够了 我就怕 这份量你我扛不动 你想想啊 这功劳大的 到时候你敢说他 敢碰他吗 万一犯起魂来 我怕儿子吃气 你家儿子 那是吃气的人吗 你是怕你自己吃气 我可不想搁在跟前添堵 要是给了这个姓胡的姑娘啊 对你有好处 她是老二推荐的 你要是给了她 皇上会觉得你顾全大局 兄弟和睦 这选妃选嫔 要的就是各方面都别出来 还挑眼 这儿子啊 要是能顺利地册封太孙 你们爷儿俩平安无事 这就是上上选了 你告诉儿子啊 这又不是台上 公子佳人的唱一出 这是皇宫 有喜欢的到时候选美人选答应 那多了 好 现在选的是规矩 不是人 行 你就装吧 爹 这是刚从御前回来 你爷爷睡下了 您是有什么事要问我呀 是你娘 非逼着我过来问问你 说你爷爷是什么意思 那个如意 到底递给谁呀 你就这么跟我娘说 爷爷让我自个儿选 回去歇着吧 这 这可不行啊 我要是这么回去跟你娘说了 你今天晚上就甭睡觉了 她半夜准来找你 我选孙小姐 我在她爹面前许过怒 终人之事 说得不差 可是你娘 想选那个姓胡的女孩 不 这孩子呀 她的来历我最清楚 她是个可怜的孩子 跟咱家呢也有缘 你爷爷现在可是要御驾亲征了 我这心都低了得嗓子眼了 这个时候你可一点披露都不能出啊 不是 您说的这两件事 它中间有什么联系吗 这不是瞎操心吗 有些个事啊 说你看不明白 你还就是看不明白 你爷爷带兵打仗 离不开老二老三吧 他们手里头有兵权 我走钢丝走了一辈子 不能在你身上栽了跟头 我就这一句话 请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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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去屏风 是谁啊 你没有条件了 不得没有义保育 有意思啊 要是乱为你 要是乱为了 你还是乱为我 或是乱为我 要是乱为我 你如果想不联系 就许乱为你 你如果想不联系 不是你功夫 自己清楚 到底给谁 太孙 还没册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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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册封呢 一会儿册封呢 册封呢 还没册封呢